如乎处说,一只猫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 是本港第三只呈阳性反应的动物 另外本港确诊多32宗新冠肺炎 大部分有外游记录,累计增加至714宗 其中的5宗本地个案去过卡拉OK,形容属于小型爆发 一线隔离病房和检疫中心都不够,当局研究不同方法 新冠肺炎个案突破700宗,新增32宗个案里面 年龄由11至86岁,24人有外游记录,一半是留学生 而8个没有外游的确诊者当中,出现小型爆发群组 4个人和早前一个未找到源头的确诊者 今个月24日到过尖沙咀Wag Mr.卡拉OK唱歌 同行另外两人列为密切接触者,已经获安排入驻检疫中心 当局被问到,卡拉OK不属于暂时停业场所是否存在漏洞 昨日有41个确诊患者未能即时送院 医冠局说到今天上午,一度增加到50多人 截至下午3点,仍然有十几人等着 当局解释是隔离病床不够 我们还有收一些其他传染病的病人 包括一些有肺炉的病人,或者一些麻疹的病人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都要预留一部分的隔离病房 是做一些较高风险的一些务化程序 一个病房里面可能有一些普通科的病床 可能里面有一两间是一些隔离的病房 在现在的做法,就是那些病床暂时都不是全部开了 我们来收这些病的互相交叉感染 我们不会被这些事发生 他说会尽力协调医院病床 最新已经开设过千张一线隔离病床 当中800多张属于成人病床 另外再多4个人康复 至今127个确诊病人出院 危怠个案多3个人增加到8个人 另外3人情况严重 无线电视机者,吴海薇报道